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据曼婉报道 曼联院再次尝试引进法兰基敌装 同时祖敌比宁贤也是他们的目标 曼联内部高级消息人士认为 祖敌比宁贤能帮助他们结束英超冠军荒 在球会创造历史 他也受到了利物浦和黄马的关注 但坦哈格非常欣赏他 曾告诉好友 如果他能签下任何一名球员 那就是祖敌比宁贤 一些曾接待过祖敌比宁贤的曼联工作人员 分析了他的世界杯表现 认为他能承担起全能中场角色 据悉 坦哈格本赛机关看了多蒙特的比赛 以关注祖敌比宁贤的情况 曼联对争夺祖敌比宁贤面临的竞争保持谨慎 因为曼城也想得到他 尽管公开表示想留在巴赛 但法兰基迪装私下向坦哈格保证 他会很乐意加盟曼联 曼联金下曾与巴赛达成8500万欧元的转会协定 但法兰基迪装延期支付的工资成为了阻碍 坦哈格认为法兰基迪装是世界级的天才 能融入球队并提供平衡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